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世界 而新加坡本土龙头企业新科工程刚刚抛出一枚重磅炸弹 未来五年,公司将投入高达2亿5000万元 专注研发物理人工智能技术 推动机器人群集系统与人型机器人真正走向现实应用 物理AI又被称为生成式物理AI 它与传统的数字智能不同 不只是停留在虚拟空间的数据处理 而是赋予机器人、无人驾驶车等自主机器真实世界的感知、理解与行动能力 这项计划将分阶段展开 从基础研发到应用转化 覆盖机器人技术、群集技术以及人型机器人解决方案 除其重点是强化人机协作 确保人类和无人系统能够在复杂环境中高效配合 无论是房屋安全还是城市运作 这种投入将成为推动未来智慧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 在新科工程年度科技创新大会上 公司首次展示了创新平台 人机协作大脑系统MOMTOS Manam Manned Teaming Operating System 这一系统能协调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车等多种无人装备 实现实时洞察与快速决策 MOMTOS最早源自国防与公共安全需求 能在危机中整合多元数据加快指挥反应 而如今它已扩展到农业、能源、物流等民用领域 这不仅显著提升救援效率 也让人与机器协同合作成为可能展现出未来智慧行动体系的雏形 MOMTOS平台并非停留在概念阶段 而是已经在多地完成试验 去年新科工程就在马来西亚游棕园中部署了这一系统 通过无人机、地面无人车辆和物联网传感器的协作 实现了自动化采收 并解决了厚重灵关下5G通讯不稳定的难题 在农业以外 团队还为MOMTOS配备了电子鼻传感器 这项突破性技术能够检测超过23种气体 甚至准确识别猫山王榴莲的品质 这些创新应用说明 物理人工智能的边界远超想象 从食品检测到工业监测 从能源管理到公共安全 几乎所有行业都可能因其而产生革命性变化 技术要落地 离不开强大的人才后盾 新科工程目前已经与有一支规模达1万人的AI应用队伍 未来几年 公司将重点培养5000名人工智能工程师 其中包括对4000名现有员工进行人工智能模块培训与部署 同时新增1000名专注于AI模块开发与AI网络安全的专业人才 这一举措不仅是企业的战略规划 也是对新加坡整体AI人才生态的巨大贡献 通过大规模培训与实战项目磨练 新科工程希望打造一支兼具科研创新和产业落地能力的复合型队伍 让物理AI不只是概念 而是可以广泛渗透到国防、工业、农业、医疗、物流等各大领域的现实力量 新科工程的投入与研发背后承载着更大的国家战略意义 作为新加坡领先的科技与工程集团 它不仅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 更是国家在人工智能赛道上的重要领军者 物理AI的应用不仅能提升国家的防务与公共安全水平 也能增强新加坡在农业科技、智慧城市建设和工业4.0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与学术界和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 新科工程正在打造一个产学研、闭环生态、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进程 这种跨界整合 将使新加坡继续保持在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和创新中的领先地位 同时也让未来的智慧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近 未来五年新科工程的2亿5000万元投入 不仅是一次企业级的战略升级 更是新加坡人工智能生态的重要跃迁 从MU-MTOS到电子笔 从国防应用到榴莲检测 物理AI正加速进入现实 可以说这不仅关乎技术创新 更关乎新加坡如何在全球AI赛道上占据一席之地 你对未来的机器人有什么期待? 你是否愿意尝试让机器人协作完成日常生活的工作?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吧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 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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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